在学习了 培级跟指数之后 我们来证明第一个 在群论里面的比较重要定理 拉格朗日定理 拉格朗日定理的命题是什么呢 如果G是一个有限群 H是G的一个子群 那么 G的阶能被H的阶整出 我们前面定义过 一个群的阶就是群里面元素的个数 对于有限群来说 就是群里面元素的个数 就是说G的元素个数 能被H的元素个数整出 我们来证明一下 因为H是G的子群 那么我们可以对于H构造 等价关系 小几件L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等价关系 我们可以对G进行等价类分割 那么每一个等价类 就是H的一个左培级 说明把H把G可以写成 G里面元素的 左培级的这样一个并级 但我们知道 左培级之间互不相交 因为它们是等价类 是个等价类分割 我们又知道 每一个等 每一个左培级的元素的个数 就等于子群的元素个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G的元素个数 其实是 G里面所有元素的 G里面每一个左培级的元素的个数 把它们加起来 也就是 但由于每一个这样的像 都是等于H的元素个数 所以它是 H的接的一个倍数 也就是说 G能被H的接整出 这就是拉格朗日定理的证明 那么下面我们其实可以 更准确地说出 这一个倍数是多少 那么是拉格朗日定理的第一个推论 如果 H是G的子群 G是 有线群的话 那么 我们有 G的接是等于H 乘以H在G里面的指数 其实很明显 因为H在G里面的指数 根据定义就是H在G里面的左培级和右培级的个数 那么我们就我们前面这里就是把每一个左培级的个数加起来 那所以我们加了H的G 等于指数那么多遍 所以我们就等于把这个加这么多遍是等于他们的乘绩 所以他们乘起来就等于G的G 我们在这 把那个证明留给大家回去完成 那么下面我们来证明一些 拉格朗日定理的其他一些有趣的推论 第一个推论是 如果G是一个有线群 并且 它的G 是一个质数 那么 它只有 两个字群 平凡群 跟它自己本身 并且 G 是一个 P接的 循环群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群 G是个质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马上知道这个群的群结构 怎么证明这一个定理呢 首先我们根据上面的推论 我们知道 如果H 是G的一个子群 那么 那么H的G 乘以它的指数 等于G 是一个质数 那么根据质数的定义 我们知道如果两个数相乘 等于一个质数 那么其中一个 必然是质数本身 当H是质数本身的时候 当H的G是质数本身的时候 那么H就等于G 因为它们的元素 各数相等 如果 如果H的G等于P 那么G 那么H在G里面的指数等于1 也就是说 H等于G 那另外 如果另一种情况是 如果H 在G等于1 H在G里面的指数 等于P的话 那么H是平凡群 E 那么我们证明了 G里面只有两个子群 一个是平凡群 一个是整一个群G 那么最后一个 一个结论怎么得到呢 我们让 X为 G里的 G里面的 正义 非横等 元素 我们考虑 有X生成的子群 那么有X 因为X是个非横等元素 所以X 生成的子群 不可能是平凡群 那么X生成的 就整一个群G 也就证明了 G是一个循环群 那我们就知道 G 是P接的 所以它是一个P接循环群 这个定理 正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证明三个 Lagrand 认证定理的推论 他们第一个推论 如果 G是一个有限群 那么 对于任意 G里面的元素A 我们总有 它的接 整出 G的接 并且 如果你把元素A 取得了G的接次方 我们总会得到 横等元素E 进行一个证明 怎么证明呢 我们首先 构造 循环群 我们之前说过 当里 有一个元素的时候 那个元素生成的群 就是一个循环群 那么 构造循环群C等于 由A 生成的循环群 我们知道C 是G的 一个子群 所以根据上面 拉高尔的定理 我们知道 C整出 C的接 整出 G的接 但我们之前证明过 当C是一个 有限 循环群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的等于 它生成元素的接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A的接 整出 G的接 是我们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我们很容易的 得到A 我们如果把 G写成 A的接 乘以一个常数 N 那么 A 我们把它 取G的接 次放 我们得到 A的 接自己 乘以这个N 那我们 可以先把 A 取它的 我们 你为它循环群里面的 性质 我们可以先取 这一个 指数 我们得到了 横等元素的N次放 也就是横等元素本身 是第一个推论 第二个推论 又叫 费码小定义 费码小定义 他那种是 如果 P 是一个 质数 A 是一个整数 那么 我们总有 A 的P次放 跟A 自己本身 除以P 同余 好 是证明一下 这一个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 P 总除A 就是说 A是P的 倍数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 A的P次放 也是P的倍数 A也是P的倍数 所以两边 除以P 余数都是0 所以明显的 这一个 成立 命题显然成立 那所以我们现在 只需要考虑 P不能整除A 的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 用到我们群论的 一点知识 我们先构造一个群 这个构造 那之前我们构造过一个 一个集合 叫Z除以P 它是 Z抹掉 除以P同余 这样一个等价关系 得到一个商集 那我们 可以 在里面取一个 取一个子集 这个子集是什么呢 是 由1 到P 1 2 3 4 一直到P 减1 所组成的集合 之前我们 说过 是 如果你 如果只取 1除以P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集合 将是012 所以 除以P 能得到的余数 所组成的集合 那么 这一次 我们取它的一个子集 我们把0 去掉 就只取 除以P 然后余数 非0的 那么这时候 如果P 不能整出A的话 那么 A所在等价内 就在 这个子集里面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子集 变成一个群 我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群呢 我们要定义它的成法 它的成法是我们之前 定义过的 在 这个 商级上的成法 我们再来提醒一下 我们 之前定义的成法是 A跟B相乘 这等于 A跟B相乘 这等于AB 相乘之后 再取 等价内 我们之前也定义过 这样一个成法 是定义良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请同学们 自己回去 验证一下 这么一个 这个集合 跟这一个成法 构成了一个群 好 当这样一个 当它是一个这样的群之后 那我们可以马上得到 根据上面的推论 这是一个有限 有限群 那么 而且它的 结是P-1 所以我们得到 这样一个元素 它的P-1次方 就应该等于 横等元素 1 我们知道 1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1就是它里面的 横等元素 所以我们得到 这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A的P-1次方 跟1 除以P是同于的 但我们得到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可以两边同时 乘以A 在这个群里面 我们得到 A的P次方 A的等加类 的P次方 等于A的 等加类 那么我们 同样的 进行这样一个翻译 我们得到的就是 A的P次方 跟A 除以P 也是同于的 所以 我们就证明了 费马小定理 的第二种情况 好 我们接下来讲 这一节课 拉格尔扬日定理的 最后一个推论 这个推论 我们在后面的 群论的学习里面 也会经常用到 如果G 是一个有线群 然后H跟K 是G的子群 我们之前说过 当你有两个G的子群 的时候 我们把两个集合的成绩 定义为 这样一个集合 由所有形式为 这样一个 HK 这样一个G的 形式的元素 所组成的集合 其中H 是H里面的元素 K 是K里面的元素 让HK 变成这样一个集合 那么 结论是 HK作为一个集合 它的是 它的基数 是等于 H的G 乘以K的G 除以 H交K 的G H交K 因为H跟K 都是子群 我们之前证明过 两个子群的交集 也是个子群 所以这也是个子群 所以我们可以取它的G 所以等于 两个子群的G相成 除以他们的 交集 的G 好 我们下面对这个 面前进行一个证明 那么怎么证明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 要证明 HK作为一个集合 是等于 K的一些左胚集 的一个并集 当H 在H这个子群里面 我们对应的左胚集 所构成的一个 这样的并集 为了省时间 我们把这个作为练习 留给同学们 自己回去试一下 就证明 左边的是右边的子群 右边是左边的子群 就可以了 好 当你 我们有这样一个 一个结论之后呢 我们因为知道 每一个HK 的基数 跟K的基数 都相等 所以 我们知道 HK 这样一个集合 除以 K的阶 是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 就告诉了我们 K 在HK里面 K的培集 在HK里面 出现的次数 好 那我们现在要 找出 这样一个整数 是多少 那么 我们 看 我们要 找出的是 HK 重复 多少次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了 HK 是左培集 所构成的并集 那么 我们到底 每一个并集 花了多少H 就有多少个H 这样子 得出的 左培集 是一样的呢 那我们只要 找出这个 重复的次数 那我们就可以 一样的找出了 它的那个 这个整数是多少 这整数 就等于H 里面 我们 我们把那个 重复的次数 去掉 之后 得到的 那个 到底出现了 这个 左培集 到底出现了多少次 那么 我们 通过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 HK 跟H'K 是同一个 左培集 当且紧当 Mend По 应阿 H的 H Den 他 是 H平 是 等价 也就是说 当前紧当 H den 乘H平 是他 是空业的 是在The 是K里面 那H den 平 H den 是H bar 同时 里面H是一个子群 它们也在H里面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当前仅当 H的力乘H' 是在H 交K这样一个子群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个情况就说明了 H乘H交K跟HPS 乘H交K 是H里面的 同一个做配置 我们现在把H交K 看成是H的子群 那么我们就有 这两个其实同样一个做配置 那么可以看出 HK跟HPSK 是同一个做配置 是在H 是在HK里面的 同一个做配置 当前仅当 它们俩是在H里面的 同一个做配置 也就是说这一个 出现K的做配置 出现在HK里面的次数 是跟H交K的 左配置 出现在H里面的次数 是一样的 但我们知道 H交K的左配置 出现在H里面的次数 就是我们 平时所说的 指数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一个整数 其实等于 这样一个指数 那么这个指数 等于多少呢 我们根据Lagoland的定义 我们知道 这个其实就是 H的阶 除以H交K的阶 那么我们得出了 这两个 整数是相等的 那么也就是说 HK除以K 等于H 除以H交K的阶 那么现在通过以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 最后的 我们的命题的结果 好 我们今天对Lagoland 是定理的学习 就到这里 谢谢